有信心嗎? 有信心嗎? 有! 我們來看今天的主題,我們一起來練 信心的生活 信心的生活 看旁邊的人,有沒有像 信心的生活 像人越好 就你這個人,我個人很不錯 蠻有信心 我們一起來低頭,來禱告 準備我們的心,來提醒的話 天后,我們感謝讚美你,你的話 是有能力的,你的話 帶來希望,你的話帶來 生命改變,你的話帶來得勝 主啊,我們禱告,今天 你用你的話,治福於我的弟兄姐妹 主啊,讓他們看起來 讓他們的信心 不至於動它,讓他們 用信心,常常用信心 來禱告,來祈求 來得到你一切的義取 主啊,我們感謝讚美你 主啊,你讓我們的弟兄姐妹 過著一個豐盛的生活 信心的生活 主啊,你與我們存在 用你的話,再次充滿我們 生命,再次運行我們 釋放我們,用耶穌基督的生命 Amen Hallelujah 信心的生活,弟兄姐妹 你的生活過得怎麼樣 充滿信心嗎 充滿信心的舉手 啊 這個不是叫做舉手 這個叫做什麼 投降 這個叫做 舉手 舉手要舉起來 YES 我不是投降 我不是舉手 OK 阿聯誼亞 是的 舉手 你要有信心,你知道嗎 不要舉這樣 這樣 如果可以說 你這樣 YES 這樣子 要有信心嗎 弟兄姐妹 信心在我們的生活 非常的重要 也是只有人類 才有信心 你是想看一個人 如果沒有信心 他的生活是怎麼樣的 明明明 是不是 不開心 做什麼都隨什麼 是不是 機會來了 又跑去了 所以 然後 沒有信心 對他生活是怎麼樣 自備 對他 常常會還給人家 坑勤他 是不是 沒有信心 就是這樣子 所以人 基本上人 如果沒有信心 他就活不了 在我們開報紙 看到許多的事情 就是 自禁啊 然後犯罪的事情 自殺啊 然後 這裡借錢 那裡借錢 哇 沒有信心 遇到問題的時候 他們就 爆發出來 所以信心非常的重要 一個人如果沒有信心 他所做的事情 就 沒有成就 很容易放棄 所以 換來換去 今天做這個 明天做那個 所以 再見六姐妹 信心非常的重要 只要我們稱 我們是人 我們就應該 有信心的 活下去 但是今天我們進入圖 跟外面所說的信心 有一點 不一樣 我們來看 有一點不一樣 什麼不一樣 信不來什麼是一章 第一節 和第六節 不是一到六節 第一節和第六節 這裡講到 信就是所望知識的實體 是未見知識的確距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為到神面前的人 必須信有神 且信他上次到行使他的人 這裡告訴我們什麼 什麼是這樣的信心 信心就是 你對你所盼望的 你的目標有把握 有把握 今天每個人都有盼望 都有自己的人生的目標 但是你有沒有把握 那麼 這裡也講什麼呢 什麼是信心 信心就是 對他還沒有看見的事情 有確定 convert 我很確定 那世界 世上的人 都是要看到了 才相信 看到了 才有信心 但是基督徒不一樣 他對那些盼望 他的目標 他沒有實現的目標 他充滿著把握 充滿著信心 充滿著確定 因為他有別人 所以基督徒 我們的信心 不是建立在環境 也不是建立在自己 而是建立在上帝 所以當我們如果把信心 建立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我們會有很多的問題 比如有錢的時候 你就怕了 沒有錢的時候 沒有錢的時候 又頭低低了 你健康的時候 哇 就會被人家打架 狂你 身體有病的時候 又沒有信心了 不能做了 又不能做了 沒有力了 不要去了 放心 所以你看弟兄姐妹 不要把信心 千萬不要把信心 建立在自己身上 要把你的信心 建立在上帝那裡 好 那 信心呢 它不是一種 呃 呃 積極的 呃 怎麼說呢 信心呢 它不是一個 呃 自己騙自己說 哎呀 明知道不能的 然後一直鼓勵自己 我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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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不是這樣子用的 信心對上帝來說 是有能力的 是能夠死無便有 是充滿著神經 所以當基督徒用信心來祷告 用信心來宣告的時候 事情成就 並得到一致 所以呢 有沒有看見 這奉年書的名 宣告 用信心宣告 所探望的事 就要成就 就是上帝的話 所以基督徒不一樣 哦 所以 那些什麼 所以我們基督徒 我們要用信心 來過我們的生活 我們不是要過生活 我們是要過有能力 充滿信心的生活 我們不是要去教會 我們是要去充滿信心 充滿能力的教會 阿妹 阿妹 感謝主派出了上帝 那信心需要目標 一個人如果他沒有目標 你說他有信心嗎 阿妹 很明顯 那當你看到目標的時候 你有一系列的計劃在裡面 你相信神會幫助你 那個信心就自然的產生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教會 一種姐妹 我們不是為了信耶穌上天堂而已 是神有一個目標在我們身上 我們要尋求到 上帝給我們什麼目標 他要能做些什麼事情 當我們有這個目標的時候 我們全部在屬林裡面 屬林裡面 在教會裡面 不斷的增長 為主事後 越來越有能力 越來越懂得依靠上帝 所以你必須要有目標 要有能力 信心缺少不了 信心是有一個能力 甚至能夠成就上帝的神迹 在你所盼望的事情上能夠成就 所以要有目標 要有信心 那上帝給我們信心 是有能力的 在印度 印度這個國家 本來是 之前是 英國的子民地 那這個英國的這個 總部呢 就送給一個 一個有錢人 送他一輛汽車 一輛汽車 豪華的汽車 不過過了不久 就有人發現到 這個 這個 這個富豪呢 坐在車裡面 看 欣賞的環境 但是他的車前面有兩頭牛 拉著他的車走 拖在我走 車的馬力 的確比那個牛的馬力更強 當我們不懂得用信心的時候 我們的信心就是這樣子拖著 拖著 拖著 當我們懂得用上帝吃給我們的信心的時候 我們跑得比神更快 所以上帝給我們的信心 是有能力的 所以信心也建立在這個目標 沒有目標 神說什麼呢 我的名 我的名 因為沒有意象 的方式 的滅亡 所以人一定有目標 所以你不要告訴 不要告訴自己說 哎呀 我沒有目標 我真的沒有意義 我只是怕感情 我只是一天過一天而已 我只是這樣子怎麼了 我的收入只是這樣子 我能做只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上帝給每一個人都有目標 我們來看 本地比書 二三三節 今天講到 因為你們立志 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裡面 運行 唯要成就 他的美意 我們立志 立個目標 立我們的盼望 因為神在我們裡面 運行動工 使我們能夠立這個目標 就每一個人 都會有一個 上帝放在他裡面的目標 神的目標 神的目標 比較偉大 還是你的目標 神的目標 神的目標 比較有能力 還是你的目標 神的目標 很多人很害怕 哎呦神的目標 會不會叫我呢 去做牧師 不要做工 你放心 上帝你有這樣子的人 上帝要透過你在职場 在工作 在保險 在什麼地方 榮耀他的名 把人帶到他的面前 上帝可以成就很多事情 你在家庭 扮演的解釋 你的目標是什麼 上帝會告訴你 你只要帶你的孩子 長大 你要向他傳遞什麼 很重要 我們有孩子 有孩子 我們就懂得父母親 常常跟孩子說 孩子啊你要讀書 你長大要做醫生 長大要做律師 你要賺多少錢 我們要到大間的屋子 父母懂得 把那些意象 把這個目標 灌輸給自己的孩子 更能够 我們的上帝是不是 我們是上帝的兒子 他是我們的天父 所以今天他有 偉大的意象 偉大的目標 放在你的心裡面 所以你真的是要 好好去祷告 神的說他的 子義是美的 美意 充滿祝福 充滿能力 不但你能夠被高舉 身邊的人 也能夠因著 因著你的生命 改變 來到解釋 我信主的人 那誰說的 我也要去 哦這個 李秀英解釋 他告訴我他的孩子 信主信到 變成迷人 信主信到 在上帝為他開路 上帝為了孩子 開路 所以神 要運行在我們裡面 所以基督徒我們要 好好祷告 好 不要說 不要告訴神 神說 神我用目標了 你的目標 等一下 神啊 不要這樣 神的目標 不但要 要祝福你的家人 他也要從 你的世界方面 祝福你 祝福你 直到你在世界上 在职場上 都能夠影響很多人 來到他們面前 所以你要有信心 哦 告訴你旁邊 要有信心 好 我們來看哦 雅各書 是當上級 你們求啊 也得不到 因為你們是網求 要浪費在你們的娛樂中 這是耶穌 得不到 為什麼那些人求呢 得不到 因為他們求 是為了要 浪費在你們的 這句話呢 是 上帝的命令 他告訴我們 要怎麼樣求得到 所以 所以我們求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個目標 我們可以請一百萬 哪 可以 可以說 誰說可以請一百萬的舉手 沒有人啊 一百萬 可以請嗎 可以 可以 上帝給我們的超越一百萬好 真是這樣子 如果你請這個一百萬 是有目標 上帝會給你 合余的上帝一定給你 上帝知道你不是用來 只是為了自己的敵人 能夠拿到一百萬 請看 吃嘴齁 每一天酸齁 早上酸下午酸 OK 所以神 祂要赐福我們 所以我們的目標 要討神喜悦 要討神喜悦 告訴旁邊人說 神要討神喜悦 要討神喜悦 那以色列人 他們離開了埃及 以色列人 曾經被埃及王 武去做奴婦 然後摩西 上帝 摩西把以色列人 帶出這個埃及 進入一個礦野 然後在礦野裡面 要去一個地方 叫加拿地 上帝所遇起的美地 那他們在這個礦野的時候 早上有雲柱 晚上有火柱 引導他們 每一走 每一走一步 他們去到那裡 就是跟著雲柱 跟著火柱 一起走 上帝帶領他們 他上帝供應他們一切的需要 四十年來 在礦野裡面 沒有做多 就是跟著上帝的帶領 跟著上帝的帶領 一直走 一直走 那弟兄姐妹 今天我們不需要看雲柱 也不需要看火柱 因為聖靈在我們裡面 神可以一天引導我們 所以我們跟神關係要 要非常的親密 好好地尋求祂 尋求祂 尋求祂 叫祂來帶領我們 帶領我們 那為什麼神要帶領我們呢 聖靈說什麼呢 因為神為我們預備了 所以祂要帶你去 如果祂沒有預備 祂不會帶你 如果神沒有為 在你前面為你預備 更好的道路 祂會引導你了 今天神說 祂要引導我們 所以祂會帶領我們 所以今天你遇到什麼困難 你放心 上帝為我們預備 聖靈說什麼 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 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信心也未曾想到 神為你們預備 你走一步 神預備十步 阿美 阿美 神真的是為我們預備 大愛 大 我是代替這個李幸雲姐妹 做這個見證 他說他老人家 或者他講做見證 他說他有一個 三十多歲的兒子 是發生一些意外 在理智上 出了一個問題 然後也放棄自己 然後 整個房間很亂 那麼 隨意養他們呢 就是有一個 他的哥哥 每個月會寄四百塊 去幫助這個弟弟 讓他可以過生活 但是有一天 他的哥哥生氣 你怕什麼 不要哭 怎麼辦呢 阿嬤你有錢嗎 你有錢嗎 要去 要去還要顧自己的孩子 你怕什麼 這樣去顧 不能 怎麼樣 上面有預備嗎 所以所說呢 只有每個月 寄六百多塊 過來你看 好看是我們上帝 他們有去申請 阿嬤說他們有去申請 就是當他遇到這個困難的時候 上面有憐憫 為他預備 所以弟兄姐妹 因為我們遇到困境的時候 真的是看到神經的時候 我阿嬤也說 他軟弱的時候 看到耶穌 耶穌向他醒醒 當我們最軟弱的時候 這樣的是耶穌會 親自來找我們 親自來找我們 所以感謝主 所以我們不要怕 神為我們預備 我們雖然還沒有看到 但是我們要相信 我們要祷告 讓聖明引導我們 好我們再來看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喜悅 因為到神面前的人 必須信有神 且信他賞賜他 尋求他的人 這裡告訴我們說 什麼呢 一個人如果沒有信心 他不相信神 這個人不能夠 來到神的面前 神不喜悅他 然後 來凡用信心來到上天面前 尋求神 神要怎麼樣 神自來 所以弟兄姐妹 不管你遇到什麼問題 你要來尋求你的神 他不會讓你白白的來空 空空的回去 沒有人 他要你來的 富足的回去 所以你自我去求 可能你求這個事情 上天你幫助我 幫助我 幫助我 你一定要幫助我 但是沒有得到幫助 但是上天怎麼樣 他用另外一個方法 吃福你 他有想吃你嗎 他有這個問題 還有完全成就 但是他為你預備其他東西 所以自我去求 不要怕 有些人覺得我 主啊 我不要去教會了 我是很無悔的人 我是充門的罪惡的人 不要去啊不要去啊 離開 離開離開 那個捆綁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魔鬼的控告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到最後 你連踏進教會的信心都沒有 所以不管你做錯什麼事情 儘管來到上天的面前 用信心來領受 他的赦免 他的愛 當你領受上天赦免和愛的時候 你馬上得到釋放 你再次從那裂倒 從那裂起來 你的信心再次恢复了 再次去教會 再次感恩 贊免 等到勞恕的人 得到釋放的人 才能夠開口贊免神嗎 是不是 如果一個基督徒 他臉黑黑 充滿的控告 他還能夠這樣敬拜神嗎 不能 神要每一個人都敬拜他 所以他先祝福你 讓你的口可以笑出來 讓你的心充滿感恩 把一切的榮耀 都會欠給他 所以神會讓他的孩子低頭 垂頭上去的 沒有信心的 贊免他的時候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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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不要這樣子的 神要我們積極起來 高舉歡呼 大會王 拓一 再看一眼 拓一 讚美我們的祖 哈利路亞 拓一 感謝主 所以呢 弟兄姐妹 他就趕來個史詩下 仰望他哈 哈 他屬人上帝哈 信心 通過 仰望 仰望 仰望神 通過仰望神 然後 神就 成就了 你有信心 你也要有夢想 沒有信心的人 是會有夢想的 他也 他也 不敢去想 OK 一天過一天算了吧 信心 是要有仰望的 是要有一個夢想 我要仰望主 然後這個事情 上帝要 成就 在 以色列人 在旷野的時候 他們背逼上帝 犯罪 犯奸兵 然後 做偶像 跑來拜 那個真人神 他們沒有去侍奉 所以得罪上帝 上帝就 派一個 命令火蛇 去咬他們 哇 他們痛啊 哎呀哎呀哎呀 但是上帝 命令他的苦人 把十字架 舉起來 他們一仰望 這十字架的時候 馬上 得到餘子 馬上餘子 所以仰望 仰望 仰望神 你不用看你配不配的 就算你真是得罪上帝命 仰望 他 他就是老須你 就是這樣子 用信心仰望 上帝成就 上帝 一致你 所以你不要說我爸 我有報應 去看一看 看到上帝的那個錢 仰望他 他必要成就 那 雅伯拉罕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有一個字兒 叫做 名叫做摩德 雅伯拉罕很有錢 有很大片的土地 但是他的字兒 就跟他們 跟雅伯拉罕他們 搶地 但是這個雅伯拉罕 很堅定 就讓他去 上帝看到了 上帝說 就跟這個雅伯拉罕說 雅伯拉罕 你去看 你往 东西南北看 凡你所看的 我都要吃給你 上帝 那些對 是在聖經裡面 但是 神要去仰望 看 當時 這個雅伯拉罕 我看的那一片地 是加滿地 那時候 還有許多的敵人 住在那裡 但是 神的勇許一定成就 所以雅伯拉罕 也成功的 進入這個 加滿地 然後當時候 雅伯拉罕是85歲 沒有孩子 哇 相信神的人 85歲 沒有孩子 頭難不及 你不認識神的人 神都15個 我信神的人 85歲還沒有孩子 主啊 為什麼 這麼樣 那是神是信實的 神知道他的 憂傷 所以神是怎麼樣 雅伯拉罕 你去看海邊的沙 海邊的沙 有這麼多 你的孩子 你的後遇 也要這麼多 雅伯拉罕去看天上的星星 有這麼多 你的孩子 你的後遇 也要這麼多 為什麼 上帝 叫雅伯拉罕 看海邊的沙 看 在看星星的 看星星的 因為雅伯拉罕 看著那個 那個海邊的沙 哇 當時 哇 相近 但是過後 有才不信啊 所以不時說什麼 歡啊 歡啊 上帝允許他這麼多了 要賜給他的後遺 一切的福分 他就是 看了 仰望了 仰望了 但是上帝沒有放棄他 一次又一次的 跟他講上 你去看 你去看 甚至 上帝告訴亞伯拉罕說什麼 你的名 不要叫做亞伯拉罕 叫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 就是 多國之父 亞伯拉罕之前的名叫亞伯拉罕 臉下的名字 跟他砍去 你的名字叫亞伯拉罕 所以每天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 多國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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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上帝的台詞 上帝的兒子 所以 弟兄姐妹 神要我們去忍吧 現在你有遇到困難 要請 你仰望神 神要成就 阿妹 那 我們來看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要相信 我們是父主的 那叫父主 那 克林哥後書說什麼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他本來是父主 卻為你們成了貧窮 叫你們因他的貧窮 可以成為父主 所以這個經文告訴我們什麼呢 誰比到貧窮 你還是耶穌 耶穌 耶穌還是你 耶穌 有些耶穌 耶穌的幾首 你的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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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在這個經文 其實呢 耶穌帶出一個重點 其實我們真的是比他貧窮 是他 是文明的貧窮 是他願意 乔名貧窮 來到世上 在十字架上 使我們富足起來 所以今天 你要有一個夢想 我是父主的 阿妹 阿妹 耶穌已經死在十字架上了 富上的這麼代價 也說你不是父主的 是你講騙話 還是耶穌講騙話 耶穌里面的血是假的 不是喔 所以你要有夢想 我是父主的 阿妹 阿妹 我是可以成為一生的 我可以成為律師 我成為牧師 可以了 就風想 被仰望 上帝成就 上帝成就 你喜歡侍奉 這仰望 祷告神 只能為你必備 所以耶穌已經 赐給我們富足了 所以今天開始我們要趕趕去論想 要心裡相敬 心中要相敬 大家說心中要相敬 心中要相敬 那有些人 許多時候牧師也會發生說 主啊 祝你給我信 其實 我們一出生來到世上 就有信心 不用急的 你明白嗎 寶寶不出來的時候 他沒有說 哎呀爸爸媽媽請給我眼睛 請給我鼻子 請給我 給我手 或者是腳 沒有 他本來就有了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信心 所以你不要說你沒有信心 每一個人來到世上 已經有了 而且我們的信心 是上帝赐給我們的 哦 不是你自己有的 是上帝給我們的 哦 我們來看聖經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 對你們個人說 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要照著神 分給個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恩 呵護忠道 這也告訴我們什麼呢 神 是給每一個人有恩 哦 而且他告訴我們什麼呢 你不要看自己 比別的很高 也不要看自己呢 很小 神給每一個人信心 的確有大 有小 也不需要去比較 他信心很大 感激主 信心小 也感激主 有一天信心小了 也變成信心大 是不是 所以每個人的信心 都有他的大小 所以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決定 決定 要相信 相信 信心 不是一種 不是感覺 我們才唱歌唱得很大聲 所以呢 我很有信心 不是這樣子 信心是感覺 信心是一個決定 當你很軟弱 很多人攻擊 很多人試探 你遇到很灰心 很絕望的 但是心裡面 有一句話告訴你 堅持下去 要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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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你感覺到沒有力了 很多困難 很多人出來 但是裡面有個信 一句話 要有信心 下去下去 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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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簡單 所以基督徒是有信心的 沒有信心的 不會走進這個教育 當你踏入這個教育 的第一步 就證明你有信心的人 小的信心 上帝也赐福 大的信心 上帝也赐福 所以耶稣常常 他來到世上的時候 他為那些病人祷告 他都講一句話 你的信救了你 你的信 医治了你 你的信祝福了你 他是看你的信心 不是看成不配 還是不配 如果講配 沒有人配 所以神是用一個很有力的方法 是相信 去領受 就對了 雖然你不配 你用信心領受 上帝的運行就領受了 那 耶稣他也是二個門徒 這個十二個門徒 常常呢 使到耶稣呢 很激怡 耶稣常常责备他們說 為什麼你們沒有信心 為什麼你們的信心 這樣小 為什麼你們的信心 是遙控的 好像海浪這樣子 神對那些沒有信心的人 嚴重嚴厲的 責备他們 要有信心 不要遙控 耶稣說什麼 只凭著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好像海中的波浪 被風吹動翻河 這樣的人 不要想從主那里得什麼 心懷惡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 路上 都沒有 定盡 要選擇相信 不然你的信心就好像 那樣子 還原那樣子 信心 是要經過考驗 經得起考驗的人 才能夠做到真正的信心 有些人祷告 奉耶稣的禮 遺症 我 可能是上帝的主義 表現很爽 會不會這樣子 你的孩子 發燒 哦 不要緊 上帝的旨意 要你發燒 燒到四十二噸 就會好了 會不會這樣子 上帝蠻有憐憑 這不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我們就繼續仰望他 堅持下去 在這個美國 有一個 開發情況的人 他賣了他的家產 賣了他的產業 賣了他的公司 去 去買那個機器 然後挖進 挖進 挖進 沒有 挖了這樣子 結果就把這個 他的片土地賣去 那個人一接手 也去挖進 只是挖十圈 十米 十米 就挖到金了 哇 我挖到這樣久 沒有 他一接手挖十十 十米 他就挖到金了 所以 這個告訴我們什麼呢 這個是會遇到 許多的旁邊 我們不要放棄 光明的來臨之前是黑暗 太陽還沒出來 都是黑暗的 我們繼續走下去 好 告訴你旁邊的人 走下去 所以我們要聽到 聖經告訴我們 聽到 聽神的話 你就會 信心增長 馬可福音四章二十節 我會大家讀這個經文嗎 馬可福音四章二十節 就是人聽到 就是人聽到又領受 並且結實有三十倍的 六十倍的 一百倍的 所以聽神的道 能夠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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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你得到上帝的祝福 所以 這個經文在十四十四節上面 也有講到 人如果聽到神的道 沒有去領受 沒有去領受 魔鬼就把這個道拿去 沒有神的道 你就沒有信心 有神的道 你就充滿信心 充滿能力 所以你要相信 相信神的道 相信神的道 我們行事為人 都是憑著信心 都是憑著眼界 你再聪明也好 再懂你計劃也好 但是每一件事情 我們所做的都是憑著信心 剛才我說 而且我說過 許多人就是看 要看到才相信 要看到才有信心 結果你知道 人家的認定是什麼呢 常常看的是消極的 每天是自己的 有信心的 他越看 越看 越看 哦 查馬 看越多 他就越外 看到自己都有信心去 所以其實我們做人行事 都是憑著信心 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的計劃有順利 進行 我們怎麼知道 我等下還 我是怎麼知道 我自憑著信心 自憑著眼界 聖經說什麼呢 一人必因信得生 他若退後我心裡就不喜歡他 神不喜歡人 沒有信心 神不喜歡人沒有信心 耶穌回答說什麼呢 你們當幸福神 我實在告訴你們 無論任何人對這座山說 你挪開此地 投在海裡 他若心裡不疑惑 只信他所說的 必成 就必給他成了 所以我告訴你們 凡你們祷告祈求的 無論是什麼 只要這次得著的 就必得著 有信心 有夢想 還要什麼 宣告 這座山給我離開 奉耶穌的名 這個病給我離開 奉耶穌的名 要去宣告的 這個經文不是叫你信心 你說那邊 奉耶穌的名 阿蘇摩蘇摩呀 阿蘇 耶穌是在說一個體育 不過這個體育裡面的 含意是真實的 真是有這個能力的 他要告訴你是 信心的能力 宣告的能力 他不是叫你去那邊 移山 你喜歡喜歡你去巴勒 然後帶以為來的樣子 所以信心真是要宣告 所以父師為你們敬禮的時候 常常都會用來 放在你面前 然後說什麼呢 你相信耶穌是你的救主嗎 然後你就說什麼呢 我願意 是宣告 心裡所宣告 心裡所相信 宣告出來 讓他成就 不要就是裡面相信 要讓你裡面的夢 真的是宣告成就出來 上帝已經把目標 放在你的裡面了 把夢想 把一切的部分 富足 放在你的裡面了 你要宣告 你要祷告 讓這個富足 成就 讓神祭成就 讓一致成就 阿妹 派手上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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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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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